很多女生都会偷偷地去做 然后有时候都不敢承认 有时候问到的时候都想 没有啦 我没有做啦 这样子 我是 Dr. Chiu 每个人都叫我 Dr. Rachel 我是微整形医生 其实我从小都比较倾向 就是音乐跟艺术方面的发展 可是因为我家里人都希望我成为一个医生 所以我就理所当然的 就是去读了医科 可是因为在实习的时候 然后我就误打误创地进了整形科 所以就这样子开始了我的微整形那条路 我们都处于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的状态 就比如说在外国他们做了整形 他们都可以包着那个绷带 就是整阶的这样走 很自然的不会觉得羞耻 他们都会勇于去跟朋友分享 在自己的脸书分享 我做过什么啊 美不美啊 我做了什么来啊 你们有没有做过啊 这样子他们去讨论会探讨 他们不觉得羞耻 可是马来西亚呢 就是他们会想知道 可是他们不敢去大方的去承认 可能甚至有朋友问到有部分承认 可是大部分还是属于比较害羞的状态 就不敢去承认 因为他们可能信心不够 所以那个进步的空间还是有的 所以一个人美不单只是外表 就是外表其实是让别人想接触你的地步 那第二个强量 如果你想让人在第二次来接触你 那你内心的修养啊 个人的那个品行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外在跟内在其实都一样重要 有些人他会以为我拿这个的人的照片 我弄了跟他一模一样的鼻子 我就会成为他 让他像他那么的成功 像他那样嫁到一个好老公 所以你要改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其实要改很多东西 很多人又以为 以为稍微的打一支针 就会变成那个样子 其实实际上不能 我们很多人都以为 是医生就可以做微诊 其实我们医生 卫生部的管制是挺严的 我们医生因为有学过人体嘛 就是说我们有解剖 那么我们比较清楚 我们人体里面就是 我们脸上的那些神经啊 肌肉啊 血管啊 我们知道哪里是危险区 那如果你不小心踩了地雷 那你犯了一些错误 你知道怎么去解决它 因为我们有用药的知识 我喜欢就是在人脸上做话 所以当我就是把一个人变美过后 变成很立体啊 很精神很自信过后 那个就是我最好最好的 就是一个回报 走消息 我去那里了 我们接下一个人变美过去 但是我们下一个人变美过的话 最后是在家里上的脑子 也吃完美的东西 还是非要去 感谢观看